大家好,眨眼2021年的元旦来了, 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,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快乐, 我经常讲林郑月娥不下台的落, 没有人快乐的了。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, 刚刚在去年年底,其实是前两天, 中共跟欧盟裡面就签了最新的了, 有一个经贸的协定。 我不是详细跟他讲这个经贸的协定, 而是从这个行动裡面大家看看, 其实共产党已经是很多招数都行不到, 到最后他现在是强行找一些可能是自杀的招数的, 为什麽讲得那麽严重? 大家听我继续讲下去就知道了, 为什麽说他亂做都找不到方法呢? 先看背景, 背景就是, 其实大家都知道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, 短短两年之内, 中共搞到全国的经济继续进一步加速萎缩, 所以才有去年开始那些共产风不断浮面, 这个我不详细讲了。 所以现在共产党希望能够强化, 或者继续保持经济增长, 否则内部经济一倒, 就是民乱四起, 这个是中国的循环。 另外一个内循环不是共产党所讲的经济内循环, 而是说那个历史的内循环, 即是会不会去到民乱四起的时候呢? 跟着你要是镇压, 要是镇压不了, 你便改朝换代了, 这个未来警察知不知道。 所以现在中共很简单, 就是美国压得你这麽紧要, 所以它希望能够找另外一枝棍, 顶住这个塌下来的墙, 道理就是这麽简单。 所以,大家看到背景, 原来是去撑住那幅墙, 中共的经济不要倒,这个角度, 但是一枝棍, 即是单单跟欧洲搞好经贸签约新协议, 有没有用呢? 顶不顶得住那幅墙倒呢? 待会再详细分析。 知道背景之后, 我看看中共在今次的协定裡面, 它做了什麽。 如果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, 我便觉得有两件事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 为什麽呢? 第一件事, 就是它开放的速度是比我预期中快的, 如果按它现在这个内容, 即是好像抛售球那样, 抛给欧盟这些国家, 按现在这个内容来讲, 我以前採访时我看到, 这个开放是在它,即是共产党的时间表, 未来15年至20年才会去到今时今日开放, 给欧盟这个协定的内容来的。 所以,为什麽会急就张,急得那麽快呢? 很明显就是美国对共产党的经济压力, 是压到它本来收到的东西现在都要拿出来, 这是第一个观察。 另外一个就是再看它的内容开放的范围, 都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 就是为什麽呢? 大家看看过去它有些位是死都不开的, 譬如好像说什麽呢?私人的医院, 它现在在大城市裡面, 是给欧洲公司在中国开私人医院的记住。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, 当时台湾首富王永庆, 觉得在大陆老龄人越来越多, 跟着王永庆自己提出来, 我在北京搞一间私人医院,甚至上可以蝕本的, 所谓蝕本是骗你的。 它的意思就是我做一间私人的医院, 给你大陆的医疗系统看下, 我搞得行的。 表面上说不赚钱, 实际上是私人医院来的。 结果当年王永庆出面讲了那麽多, 都不行。 现在忽然间跟欧盟的协议裡面讲到明, 可以搞私人医院投资什麽都是你的, 即是说将中国的医疗市场, 尤其是最赚钱的医疗部分和药的部分, 是分给一些欧洲的财团。 你说这个范围是否比我们预期的快或者大。 再看裡面的协议, 另外一个内容是什麽呢? 航空,连国内的航线,不是国际航线, 都可以让给欧洲的公司,航空公司来经营。 大家想想,对香港, 香港你说要搞条国内的航线, 香港非国内,这个它都视为境外航线, 但是香港的航空公司说, 我经营大陆的航线,行不行? 它说行,不过我要先进股里那裡。 所以,大家看看, 现在忽然间对欧盟的开放那麽紧要, 虽然市场占有率多少呢?可能是一两条做一样, 但是既然开了一个口, 你就预视着人家一踩了脚进来的服务给你好的时候, 自自然而你要是到时赶人走, 要是到时共人产,是这样的。 如果不是,你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被人逐步逐步踹进去的。 所以,这两点,我随便举些例, 就可以看到中共现在真的什麽招都没有, 被美国捏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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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它唯一一个招的就是压招了。 好了,看完这些之后, 大家就说中共不是起不数开放? 我又觉得不是,大家看中共的事不要看到一加一等于二, 一加一可能是四减二,不是等于一加一等于二。 好了,这裡又看到中共它死都要抱着政权, 抱着政权就是拥有军队, 现在我们称之为中共的军队叫禁联化, 不是党化,而是个人的, 习近平的个人化去控制军队的, 那支军队不一定是被共产党全部控制的。 好了,它去到这些位置, 它一定保住自己的命, 不会完全都开了,被你一刀刀插下来的。 好了,看回今次跟欧盟那方面的协议, 有些什麽值得看呢? 原来它讲到明互联网是不开的, 刚才讲的那些私人医院等等, 都在大城市裡面开而已, 大城市以外那些不让你搞连锁店的, 要不然中共现在的医疗体制是崩溃着, 老人福利金又不够, 要由戴上龙以前的人民银行行长, 建议把贪官污吏的钱冲通, 放到老人养老基金或者社保基金, 这个已经看到它的经济已经烂到出面了。 现在医疗那裡都有限度开放, 保持跟欧洲的关係。 但是互联网一点都不开得, 这个有少少历史可以讲, 其实海外有很多互联网的大财团, 包括一些他通过互联网做一些意识形态的传播等等, 当时包括梅多,他那时候很早,80年代来的, 早不早,已经想过我在中国开展电视、传播, 后来他还尝试跟香港富豪小小超, 大家都觉得有些理念, 是相似要發展大陆、互联网等等。 结果到最后梅多,他得出了这麽结论, 就是说到我死都未必可以入到中国。 结果现在今次中国与欧盟的协议裡面, 都说到互联网你不要踩着鞋进来, 你踩着鞋进来,你说我斩断你, 讲到明,不过欧盟是联网, 它先可以赚你钱的那些来说,先赚你。 原来今次的协定裡面, 另外一件事是禁区来的,不是金融, 金融按它今次裡面来讲不多, 但是中共是没有关门的。 现在按它其中一个来讲, 是什麽不开的呢? 就是民营的民意调查机构, 不准开。 为什麽?中国不是有民营的调查机构吗? 有,不过讲到明, 这个是经济性、市场性、产品性的市场调查, 就等于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去做一些测试, 是那类就不会是让你做政治性, 这个国内已经很清楚, 政治性的民意调查不准做, 即使官方自己去做都不行, 官方去做是要在党内做的, 做完之后,适当的时候才在学者范围做, 然后学者范围在社会裡面做, 要改过用词、用语、整个文件都要改过的, 这个就是他的所谓的民意调查了。 另外,还有一个不可以做的, 国民意调查裡面就是对具体官员的评价, 你说这个大环境、政治气氛、人民意愿都不准做, 更何况是具体官员评价, 但是大家都说习近平知不知人民怎样评价他? 你知不知答案是什麽? 都有人曾经跟他讲, 我们还有官员那些民意调查, 或者看看有什麽改进地方, 大家知不知他上头怎样回答他? 答案就是, 什麽要调查? 我都不需要理你的民意, 我喜欢怎样怎样, 你们民意能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人吗? 做不到的, 所以他只是干净不让你做。 现在中欧协定裡面又是没有了互联网的, 没有了民意调查, 这一摊工作裡面是不让你做的, 你怎样踩入去? 看完动机,看完现在它的开放范围, 以及具体操作有什麽禁区之后, 我又不妨可以跟大家预测一下, 中共的动机是希望失去了美国的一些市场, 然后转移过欧洲, 从经济上来讲,找所谓替代国, 从政治来讲,分拆欧美, 如意算盘, 中国人想得很仔细,不过打不打得响, 另外一回事而已。 我经常跟大家讲中国梦, 中间漏了一个字,叫中国发梦。 所以,我们不妨可以细致点看。 第一个从经济角度去看, 大家必须要看清楚, 中国与美国做生意是年年赚的,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一年比一年多的, 现在按美国的计算, 是大概美国的逆差, 中国的顺差是大概5千多亿美金的, 中国说没有,哪有那麽多, 中国说你美国报大数而已。 中国说是2千多亿美金而已, 可能去年2018年开始打贸易证的时候, 顺差越来越少了。 跟着中共它早前跟14个国家签那个RCEP的时候, 它已经讲明中国不是以争取贸易顺差为目标, 去做外贸的。 从这些数字来看,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与美国做生意是有赚的, 我们再细緻一点来看, 中国说我的第一贸易伙伴是谁, 不是美国,是欧盟, 欧盟是20多个国家, 大家看这些不是玩文字游戏吗? 你将欧盟全捞了, 作为一个单一的计数单位, 当然是超越美国的贸易额, 但是你再将它拆小一点来讲, 距离中美贸易是差很远的, 欧盟是20多个国家的。 所以这些只是宣传上, 希望令到欧盟开心, 从而令到中国分拆成功, 这些是骗人的。 我再讲得细緻一点, 如果中共的统计成立的话, 第一外贸的伙伴就是欧盟, 第二个是美国, 第三个是哪个呢? 大家猜猜, 大家当然猜,日本是对的, 按照中共的统计不是, 又是玩数字游戏, 按照中共的统计第三个贸易大伙伴是东盟, 东盟是10个国家, 10个国家加起来跟中国的贸易额, 肯定是比跟中日的贸易额大, 做什麽呢? 就是要令到东盟开心, 令到世界觉得中日其实关系不是那麽好, 希望这样来压日本, 这些一讲穿了来讲, 大家就不要信中共的数字, 或者你要看得透些, 看它怎样计数。 讲回中欧盟的贸易协议, 大家就会再看近这几年来, 不止一直以来, 就是中欧的贸易长期以来是中国逆差的, 是欧洲顺差的,我只是整体。 为什麽会这样做呢? 就是共产党过去计算, 那些预议算盘打不打得响呢? 现在开始打不响。 它的预议算盘就是我在美国那裡赚钱, 但是欧洲那边来讲, 我就不断买它的东西, 或者我是识本的,不是识本,是逆差的, 这样来逐步去真是希望分拆欧美, 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手法来的。 现在你突然间美国那边失了那麽多市场, 你已经赚了很多钱了, 美国还继续捏你的, 拜登上台之后都会继续捏你的, 你不要以为拜登会很临。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, 你现在跟欧盟签了那麽多东西, 又开放那麽多市场给欧盟, 未来出现只有两个结果而已, 第一个结果就是中共继续跟欧盟做生意, 以及开放的市场给欧盟的时候, 欧盟对中国的经贸顺差只会越来越大, 你想想,越来越大。 如果是这样来讲, 中国是不是要不断再去买欧洲货更多? 大家想想,这麽简单而已, 你要维持顺差令到欧盟开心的, 你只能够在中国继续去买欧洲货, 但是我刚才都讲过,过去都经常讲, 中国的经济现在慢慢向下滑, 什麽时候去到瀑布那裡, 瀑布就是插水式的, 不知道的, 当然共产党又有它的方法共人产, 然后将所有承受压下去, 由全民承受,它不会那麽快死的, 但是百姓遭殃,是这麽意思而已。 如果是第一个,你继续要付钱去欧盟, 继续经贸上顺差的, 换句话说,中国内部的经济越来越惨, 很简单,越来越大的民营企业给你共产, 跟着到中小型企业, 中小型企业给你共产的时候, 失业问题就多了, 跟着到中小型企业都给你共产, 或者刮削一些的时候, 老百姓就怕了, 你可以用这个收费加费,不是加税, 这样去抢人家的民资民高, 如果再是这样,内部不乱? 所以这一条路行不了的。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, 我在美国裡面赚的钱, 现在没有了这个市场, 我在欧洲裡面赚单回来, 譬如透过中国的5G, 或者一些电讯科技去欧洲, 然后在美国失去的市场, 我在欧洲赚回来,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, 变了长远来说, 欧洲贸易对中国来说是欧洲逆差, 你说别人是否赚了, 还有你说我现在中国5G好东西, 但是现在别人已经赶你华为走, 赚你中国电讯走, 还有美国现在有很多的制裁名单上的中国公司, 其实第二步大家想, 欧洲的国家又会不会报美国后层呢?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大的, 大家想想, 换句话讲共产党想到的事情, 很可能表面上看到, 但是走走走走一声撞板的, 所以这个来说, 自己想一些事情出来, 是自己插自己几刀的, 这些哪是现代经济的? 虽然你的经济是在高投入、 高浪费、高成本之下得到低效益, 你跟着由传闻来承受, 你还可以表面风光, 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得多好, 内面的虚号你不计数。 经济上分析完了, 真的不行了, 我跟着又想跟大家分析一下, 这个国际环境、国际政治, 又可不可以达到中共的如意算盘, 分拆欧美呢? 这裡我有两点观察, 第一件事我从一个历史的角度, 不需要讲得很长远,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 那个欧美,当然是战胜国, 由那时开始, 大家会谈国际联盟, 即后来联合国, 究竟怎样做, 在整个过程裡面, 原来欧美在共同的国际政治利益上 是比较一致, 但是有些是不一致的, 譬如好像对于现代文明、政治、 民主、人权等等, 欧洲是更加重视过美国的, 因为美国立国二百多年, 它自己本身都是争取民主, 但是土壤所谓的蕴酿出来的氛围等等来讲, 不够欧洲已经沉淀了过千年, 欧洲由英国的大宪章开始, 争取八百多年, 所以欧洲去要求民主自由的价值观都有国际利益的考虑, 但是不纯正是经济利益, 欧洲国家可以讲比美国更加尊重这些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, 以及如何落实。 美国某个程度上,你看看整个反送中的过程裡面, 都是它自己讲,我们要关心香港什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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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到最后大陆说,你想不想跟我谈好经济, 你跟我谈好,我答应买几粒货, 跟着美国在香港问题上, 一段时间不出声, 等大陆照打, 又有另一个契机的时候又出声, 然后又拿大陆的肥猪肉来割, 是这样的。 大家看看最近那个, 虽然去年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, 又开始制裁香港或大陆的一些官员, 但是另外一条未通过的, 另外一条是香港人民自由等等那些法例, 这一条来讲, 到最后是美国共和党的议员是否定的, 所以大家看到, 我只是客观来看, 美国利用香港或跟中国打交道是利害行先的, 理念不是没有,它都有共同的人类价值观, 但是欧洲在这些问题上, 是平衡的, 以至在某些环节裡面, 它是讲现代文明强化, 譬如好像很简单, 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去中国谈贸易, 即是中国觉得可以跟欧洲关係, 跟德国关係挺好, 怎料默克尔连续两次问习近平, 刘霞怎样, 刘晓波的遗伤我们很关心, 你如果有兴趣放它出来, 我第一个接收, 你那时才谈中德的贸易, 但人家是可以直接这样讲的。 跟着法国, 法国就是欧洲大革命, 以民间暴力革命等等, 欧洲法国巴士的监狱爆發出来的, 它在欧洲裡面民间争取政权, 跟着强调民主自由等等, 无论宣传在意识形态裡面, 法国也不差的, 德国在关键位裡面霧出来, 法国在平时的情况之下就霧出来的了, 是英国那麽差, 英国这个不详细讲了, 法国总统默克尔, 他们曾经在大陆的维权律师上面, 他亦都出过声音的, 跟着他关心或者关注中国的民主状况, 不单是政府, 他滲下去其他基层的, 我简单举个例, 关心中国大陆新闻自由被打压的, 法国那边有一个组织的总部就在法国, 跟比利时很近,两边周围走, 但是大部分人在法国, 那个是什麽呢? 叫做无国界记者, 无国界记者, 因为比利时又是一个很多国际组织的地方, 所以这个无国界记者就以法国和比利时作为一个总部来的, 他们经常出招搞到中国的领导人, 其中是无国界记者在中国的记者上面最典型的高瑜事件, 高瑜先后三次入狱, 这个是中国新闻社的名记者, 前期因为他的报道成绩出名, 后期因为他被打压,被出名, 即是大家都关注。 当时无国界记者曾经就这个问题, 搞到中国全世界都麻烦了一面。 跟着有一次朱镕基去法国访问, 无国界记者那些记者就在朱镕基去记者会的过程裡面, 突然间一杀,天女散发, 杀了一大堆全单来, 就是说请问你为什麽拘禁高瑜, 这些无国界记者就好像一些环保团体那样, 你搞些事情出来, 是突然间令到官方措手不及的。 变到这个位置就是说, 如果大陆是想用经济来统战欧盟, 然后希望能够欧盟不要跟美国的围终, 围堵中国的政策, 你是这样想, 人家又是那麽强烈要求有现代文明的, 中共你那个计划又成不成功呢? 再加上我之下的经济分析, 你真的到处自己想, 以为成功又到处是不行的。 所以,从这些角度来讲, 大家可以看到没办法了, 脑是思想便秘, 想不到事情了。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, 很快跟大家讲讲12位港人在大陆被判的事件。 这件事我国家都关注的, 欧盟不要以为, 大陆不要以为跟他签了这个合约, 那个经贸协定之后, 人家就不关注这些问题, 现在欧盟不单止民间政府照样出声的, 有些驻华的鼠节都想过提出去防听, 是中共不给而已。